李居明大師會客室 師傅 你好 林婕 你好 在過去幾個星期 你教了大家關於入九運之後的九個字 令大家都可以有一個很實在的期望的管理 其實以我所知 在中國的古文化裏面 都有些工具都可以幫到我們 無論在自己的命運或國運 都可以有一個期望的管理 例如是人人都認識的通性 通性可能在家裡都有 而去年通性有很多語言都很出位 我很想請教師傅 你對於通性有甚麼評價 通性其實在過去的歷史裏面 我們覺得它的地武經 述尖的東西都是一般的 一般的語言 但是去到2019年 就是那個叫做幾害年 那個豬年的時間 那年通性就寫了有十個字 就是太歲幾害年 人民多橫起 變成對於我們香港人 因為那年發生了很多城市的 社會運動 造成了很多群眾的事件 其實不只是香港 在全世界 當時很多地方都特別多人民的暴動 或者是示威 或者是對政府的不滿 各方面的活動 所以那個人民多橫起就很承認 承認了一年之後 然後就要追下去 那年承認不承認呢 那年又承認 就是在2020年 太歲庚子年 人民多暴卒 這個 就真是很厲害 因為這個真是我們香港好 或者全世界所有的術數家 或者原家 都沒有人夠膽說2020年 是人民多暴卒 不是說一段文章裡面其一句 一禮就說這五個字 很狠 很狠 因為這個人民多橫起 和人民多暴卒 就令到我們對這個所謂叫做 通盛裏面的這個叫地武經的尖算 就四個字叫刮目相看 即是說很厲害 然後於是 你再看回他的六十甲子 即是六十年裡面每一年的這個原詩 也是在這個所謂叫紀外年 庚子年和新酒年 這三年的預言 是比較於其他的五十七年裡面的原詩 是真的這三年特別狠 所以剛剛我們就撞正這三年 而這三年就這麼準 所以我們就覺得不可思議 因為已經準了兩年了 所以跟著就去想問一下 到底他跟著那年怎麼寫 跟著那年怎麼寫 我手上就是這個很重要的資料 已經有了 這個就是我們術數一定有的一個資料在手 就是這個新丑年 也就是2021年 他是怎麼說2021呢 跟著在2022年之後 他連續是連續有三年 是在這個六十個語言裡面 是沒有試過連續三年 都同時有一句說話 而那句說話我跟林記都很緊張 那個理由就是 因為我們家裡有養貓 是的 已經說到貓 所以大家要聽這一輯了 第一件事就是2020年 他就說太歲根子年人民多佈祝 多佈祝了 但是最令人害怕的那句 就是他說 更看三冬旅 山頭起墓田 更看三冬旅的意思 就是說 在這個秋冬季節的時候 即是接下來 很快 山頭起墓田 就是說在那些山那裡 全部一座座的墓田 墓就是不好 是的 這樣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們樂觀點來說 就是過去了過世的人 當是 但是另一個悲觀點來說 就是說 未完 更看三冬旅 山頭起墓田 就是說 接下來還有很多人 會有死亡 有災難 那這件事就是 挺不好的預算 那我們就希望他不准了 明白嗎 就算是准就說了過去那些算 不要說接下來還有墓田 就是要處理一下 沒錯 那到底2021年 他又會怎樣說呢 是的 很緊張 是的 2019年他就說人民多橫起 是的 2020年他就說人民多暴墟 又中了 是的 那2021年他怎樣說呢 2021年他就這樣說 他說 太歲新丑年 疾病稍紛紛 那就舒服一點了 疾病稍紛紛的意思就是 有瘟疫有疾病 但是稍紛紛 即可以休息一下 是的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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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之前那麼慘了 最少不是多暴墟 即是稍紛紛 然後呢 他最後那句呢 就 要留意了 他說人民佔蘇息 就 陸促 張進 蠢 意思是什麼呢 人民佔蘇息 即是人民開始病後康復 鬆醒了 鬆醒了 開始沒什麼了 陸促 漲進秦 即是說那些陸促 就是陸促裡面包括了狗和貓 就是有疆 即是有瘟疫 即是說在2021年 是根據這個地母經 是似乎對這個動物的健康 是有一個不好的尖算 這個是2021年開始 接著2022年23年 都同樣有那句 就是那些陸促出事 在2022年 就是說陸促更租空 即全部都租空險 在2023年 也是陸促漲煙起 再重複一次 就是那些陸促 是會有瘟疫的 所以 連續 一兩年 連續 即是現在看就是 2021 2021 2021 2022 2023 連續三年 很擔心 師傅 很擔心 如果養狗養貓很害怕 這個就是提醒大家 但是在這個2021年 是傾向於好的 即是他說各方面都好了 是 但是也是最後有一句說話 是 現在術家都有人說過 有韓家人說過 都是不知道那句說話是甚麼意思 是甚麼意思 那句話 大家要樹高的耳朵聽 是 他說辛丑牛為首高低甚可憐 高低甚可憐是指甚麼呢 是指那些種了那些稻米 又高又低 即是有豐收 有豐收 低的就不豐收了 那即是甚麼甚可憐 可能即是有些賣到好價 有些賣不到價 這句都不是很嚴重 是 跟著那句就是 所有我們術家 都不明白 兼且是很擔心的 是 那句說話是甚麼呢 即是好死 突然驚 人民留一半 留一半 甚麼是人謀留一半 那即是死一半人 留一半在家 你樂觀就是留一半在家 是 即是一般人的說法 即是不要經常出街了 留在家 一般的說法 怕人民留一半 是代表有一半的人 是會出事 很無本動 這句就很無本動 即是世界末日 這樣一款 所以 今天要跟大家說 有關於這個地武經 裏面 是最被人爭論的一句說話 就叫做 人民留一半 所以 到底 真的 這個地武經 是否真的來得那麼厲害 以及 接下來這幾年 所有那些 這樣 動物的瘟疫 是否真的會開始產生呢 我都不希望動物有瘟疫 我都是這樣想 因為動物有瘟疫 一有瘟疫來的時間 就真的很慘 如果大家有養開這個寵物 更加會明白我的心情 所以希望大家留意 並且 要小心點 所以針對這方面的東西 是 所以這段時間 我依然會在我的網台 和網站 為大家送出 平治瘟疫的負貼 最新的負貼 已經完成了 所以大家留意這段時間 我們的負貼 以及緊貼我們的網站 我們有最新的資訊和消息 和大家分享 在這段時間裡 林基 我們要預告一下 我們有什麼新的預言 有一個新的活動 告訴大家 是有關於十二生肖的 接下來師傅 就答應大家 因為之前很多的粉絲 都在Facebook留言 希望師傅 什麼時候可以開班 大家等到頸都長了 現在師傅答應大家 可以首先 率先給大家體驗一下 網上的課程 就是說十二生肖 未來的三年的運程 沒錯 如果你想知道 預知你接下來三年的運程 就要留意我們的網台 和我們的網站 在這裏 大家繼續去追看 這個星島視頻 繼續看看我們 有什麼獨家的消息 告訴大家 記住 在這段時間裡 要緊貼我們的視頻 我們有很多勁料 送給大家 在這段時間 保障著大家 身體健康 和接下來教大家 如何反敗為勝 和面對瘟疫 如何可以平安過度